当你踏上乌兰巴托的土地时 你一定要万分小心 因为在你脚下不起眼的井盖中 可能正寄居着一群小孩 这不是恐怖故事 正是街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 乌兰巴托 蒙古国首都 现在的这里 几乎所有的煤矿和铜矿都关闭了 70万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流落街头 但在乌兰巴托 气温才是致命的 12个月里有7个月 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 有时甚至零下40度 街头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他们愿意在任何地方避难以生存 只要不被饿死 更不要被冻死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在大厅里 甚至在下水道里 5岁的南海小K和他9岁的哥哥蒙克 不知道在乌兰巴托流浪了多久 此时的他们每晚都在努力争取第二天的生活 寒风凌冽 不停地搜刮这孩子肉嘟嘟的脸 想让胶原蛋白在他的脸上尽快消失 一件羊羔毛的外套 一个针织的帽子 一条板正的围巾 一个等于一半身高的黄色袋子 这就是小K的今日穿搭 而他的哥哥正在他身后的铁皮垃圾箱里 奋力寻找着狗活的资本 刚要靠近的小K 就被一个垃圾砸到头 小小的他们身高根本不足以挖掘更多的吃食 不过这是穷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出现了 这一排排的垃圾桶是他们每天的必来之地 就算没有办法直接从中获得食物 也可以捡一些能卖钱的瓶瓶罐罐 什么和钱挂钩 什么和吃的挂钩 他们小小的年纪知道的一清二楚 黄色的塑料袋没有装满 兄弟俩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兄弟俩只好继续在大街上四处闲逛着 年纪小的就是这帮穷孩子最大的优势 他们没有什么学历 也就没有吃饭的本事 但有一大把傻力气 贫穷让这帮孩子自然的相聚 也让他们自然地干起了帮人擦车的活 这时候的妇人神奇极了 一句话就能让乱哄哄的孩子排成一对领赏金 他们输的板正好像要流油的头 就是他们富裕的象征 孩子早就被生活和自然摧残的小手 握着崭新干净的钱 这一刻物质似乎比生命更高贵 这些孩子们非常的正直 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但炯炯的眼神也会跟随着每一张钱 看他最后落在了哪里 生活的窘迫和无奈 在前一末话中培养了他们不易察觉 却易于富足的眼神 孩子们拿着钱买了不少的饼干 之后熟练地找到一户居民楼 这里是他们经常试验之后 共同认定的比较暖和的地方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衣着单薄的他们完全无法抵御 有的孩子已经饿了五天了 现在他们的脸上终于浮现出饱餐后的瓶颈 孩子像小大人似的熟练地抽烟 这忧愁的象征 即便是在孩子之间也已经流传开来 刚刚落脚的他们被一个回家的女人打断 女人对他们示弱不见 淡定地开门回家 但孩子们已经按捺不住了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表面冷静的女人 会不会在回家后 愤怒地拨打报警电话 他们只能在惶恐中提早离开 走在路上 孩子对同样流浪在外的小狗心生爱恋 哪怕自己已经动得蜷缩 也依旧会给小狗一张笑脸 走了一阵后 他们来到了根据地 一个井盖的下方 熟练地划着火柴 映入眼帘的就是浑身赤红 体积较大的蟑螂 孩子徒手将一只只蟑螂按死在墙上 或用手直接攥着 这种生物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常客 不足为怪 一百公里之外 张警官正坐在车上巡查 他清楚地知道孩子们所有的根据地 今天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 让这些流浪的孩子们有个家 带他们来到警局 做好人口登记之后 张警官给了他们新的衣服 并且让他们洗了澡 梳洗之后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 等待着警官对于他们命运的安排 在这些孩子中 有的还依稀记得自己的父母 和自己最后在一起的地点和画面 有的是和父母在街上 有的是在一家面馆里 有时一个转身父母就突然不见了 但当问到父母有找过他们时 不懂得隐藏自己情趣的孩子们 反而是非常冷静地说了句 没有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奔波找吃的 努力去生存才是生活 而那个父母 没有找过自己 他们也并不起待 从孩子们的话中 我们也可以推测出 有很多是被自己的父母 故意丢弃的 第二天 孩子们在警局里 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看见用碗装的干净饭菜 让孩子们目不转睛 但依旧非常谦让而有序 没有父母认领和找不到父母信息的孩子 会被统一安排在孤儿院里 而幸运的小K兄弟俩 在警察辗转之后 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到家附近的时候 孩子明显地认出了熟悉的环境 下车后熟练地打开了自己家的院门 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处蒙古包里 孩子们兴奋地跑进去 家里的大人们异常冷静 甚至不像是丢失孩子的家长 警察坐登记时 也只是按照规章办事 而父母还是显得非常的冷漠 对警察也是一句感谢也美 反而表现得非常牵强 好像并不希望孩子们回来 也不关心这几天不着家的孩子去了哪里 如何生活 反观孩子也很淡定 这个家只是熟悉的路 熟悉的人 背后关于家的意义 完全没有能吃饱饭更加重要 这两个孩子是回家了 但是在乌兰巴托的街头 无处可去的孩子还有很多 白天他们混迹在人群中 到了晚上夜色像聚光灯将他们暴露无遗 一到夜晚他们便显得和这个城市隔隔不入 不同房子的楼道就是他们徘徊的地方 晚上竭尽全力找吃的 挣钱 晚上又无法他食入睡 这些孩子年轻是他们唯一的资本 那年轻之后呢 可没有一个孩子能想得那么长远 不是他们的智力有问题 也不是他们目光短浅 那毕竟都是吃饱饭后才会想到的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看路 只为带你看遍世界各处的普通人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